大家好 今天想分享一下 Program的Apartment 怎樣可以加 聲效 在Action那裏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找了很久 研究了很久才能做得到 首先我們去到電腦那裏 第一樣東西當然是 預備你自己的MP3 file 接著就用USC的Table 接駁個Apartment 去PC那裏 接駁了之後 開啟Apartment的 Application 開啟後 就接駁個Apartment 接駁個Apartment 接駁個Apartment 接駁完之後 就開啟Apartment的Apartment 在Action那裏 你想在哪裏 開啟Play的MP3 file 就開啟 首先 先回到 這裏的Play 接著 在Directory 就來 設定 你的Directory的名稱 我選擇了30 我選擇了30 那這裏的File名 我選擇了5 然後 就 清除了 按下一個行動就要確定 這裡是選擇了Continue 其實每一個行動都是Continue 這個也是Continue 你也可以選擇 停止播放MPV 我通常都是Continue直至MPV 播完為止 大家各有喜好 接著就下載到OPMENT 這裡就不做了 接著就去USB Mode 好 接著你會見到 有個OPMENT的 DRIVE 進入裡面之後 在這裏 自己 開啟30這個Folder 在30這個Folder下面 把自己的MPV 把自己的MPV Copy Copy Copy完之後 把自己的MPV Copy完之後 把自己的MPV 在這裏 就完成了 完成了 那你在那個OPMENT的 手機APP上 播放的Action 它就會 做你的設定動作 還有 播放自己的MPV 最後 好了 分享到這裏 拜拜